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杏花满山 牛羊成群 运马奔奔 这是甜美而用 奔放新疆 顺着高度 才能决定我们的光队 花儿开了 鸟儿叫了 黄虎的心儿也跟着飞出去了 哎呀 发誓 穿越峡谷 飞向碰里后 更广阔的地貌尽收眼底 我看到的是岁月雕刻出来的古老画卷 画电上写满了亿万年的沧桑与斑南 这是充满自然奇迹的新疆 MING PAO TORONTO 飞行途中还遇到了一群飞鹤 大约两三千只 栖息在一个美丽的湖泊上 飞鹤是国家二级导富动物 这么大的群落令我惊喜 只有在非洲 我才见到过这样的规模 这是升级勃勃的新疆 2001年 我自驾车从四川出发 穿过西藏的阿里浦洞区 进入新疆 从地面拍摄它的美丽 这一次在直升机上航拍 我才真正领略到新疆的大美 领略到它丰饶的壮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天的航拍 十天的航拍只够完成大美新疆的第一章 我还会回来 继续创作国之美新疆片 国资大美不可辜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